11月3日上市公司晚间公告速递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龙基股份11月3日晚澄清媒体报道 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发货仍在正常进行 以满足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 美国海关的暂扣令暂未对公司的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和评估暂扣 令对公司美国出货的影响 金辛蒙11月3日晚间公告 10月升猪销量合计12.16万头 销售收入合计1.49亿元 升猪销售均价13.60元每公斤 升猪销量 销售收入和销售均价 环比变动分别为73.25% 55.82%和5.62% 同比变动分别为-22.05% -63.03%和-66.48% 先居治疗11月3日晚间公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和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董事长 总经理张宇松 11月3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增持了公司股票10万股 成交金额112万 经运通11月3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金科能源 永祥股份将以限期方式 向四川永祥能源进行注资 使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亿元 其中永祥股份新增出资15.2亿元 经运通出资10.2亿元 金科能源出资4.5亿元 增资库股完成后 各方持股比例分别为51.00% 34.00% 15.00% 节能国真11月3日晚间公告 公司参与完成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智能监控和优化运行关键技术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为公司获得的第三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